歡迎來到網上世界 最近施政報告之後 就說有3萬伙的簡約公屋 最近樓市都在調整 其實升了這麼多年 調整我覺得樓屋很正常 但是呢 你會看最近又出了一套 叫下樓上車軸 都挺有趣的 裡面說的東西是很真實的 我猜不到那個編劇寫得這麼好 因為裡面有幾樣東西 都涉及到移民 留一間公屋在香港 這些很敏感的問題 原來翻查資料 是2012年的時候 剛剛10年前 又出了一套叫做抉擇男女 當年是不敢出街的 拍了也不敢出街 因為那些東西太寫實了 有時候那些劇 寫中了那些項目 是不敢拿出來的 那些劇就想了一陣子 無線都是開了會 然後想了一陣子 拍了也放出來 是極大迴響的 想不到呢 又再十年後 房屋問題都沒有解決過 即是解決不了 好了 希望這次有大一點的決心 是解決這個房屋問題 即是大家可以住大一點 這樣 好了 現在 所以為什麼之前呢 就是有些 現在是哪類型的物業在下跌呢 我不在那裡分享 總之有些升 有些下跌的 有些持平 大多數都在調整 好了 好了 簡約公屋真貌 究竟是怎樣呢 我再講到這裏 那鐵皮屋 究竟又是怎樣呢 其實我有些少許覺得 現在是回到過度性房屋 不是真的公屋 即是現在有公屋 很珍惜了 因為 現在進入這個時期 越來越減弱 即是說一講 簡約 其實就變成鐵皮屋 即是隔熱 隔音 這些越來越差 即是 臨時找些東西 砌去交數就算了 其實很簡單 你會想到 你又不加稅 如果賣地收入油 不特別好的話 錢從何來呢 這些不是免費的 這些所有物料都要錢的 現在還越來越貴 所以 最近出了一個圖 可以參考一下 大致上就是這樣 你看到 那些喉全部露出來 還圍著這間屋 即是說 可能 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 廚房的水喉 甚至那些污水喉 都是這樣走 就很恐怖 以風水來說 剛剛 最近也分享了 就是 那間屋裡面 一些喉走來走去 就不好 為什麼 其實很簡單 有些電 外路有輻射 另外 還有那些 廁所 污水 有很多很恐怖 真的到處走 整間屋 所以我也分享了一些 絕對不能選擇的 就是 有些人真的是這樣 剛好 我有一個親戚 就是搬進去 這些屋 立即 連續 兩個 兩個子女 都不停摸襯 一個 手指斷了 是無緣無故 一搬進去就是這樣 我們一看一看 就是 有類似這樣的問題 一些污水渠的問題 這些 也是 你不知道的 一開始我不懂 或是進去 真的 你感覺不到這件事 希望 就是 要用很多東西去化解才行 這個是幾難 所以 如果你發覺 你看到這屋 舊一點 尤其是 我之前也買過一個 是石結尾的 我也有分享過 那些 但是 當時幾十萬買回來 都沒所謂 那時候七十八萬 我還記得 然後 然後 現在 我賣了 當然賣了 很久之前 也有十五年前 現在差不多 它也是這樣的 廚房的喉 它是一個很小的位置 站進去的 那廚房的喉 全部是外露的 就是這樣 如果你的水 外露 或者渠外露 其實真的一般 你整個屋 這些細菌 周圍都兜過 如果你蓋住石屎 就好些 希望真實的時候 不是這樣 但是 基本上 都可能會是這樣 你不要想美觀 隨便住了 算了 其實我有一點 就覺得 大哥 你倒退幾十年前 但是 現在的轉屋質素 你現在回頭 但是 雖然 但是由於樓價這麼貴 所有東西都這麼貴 你又不可以 不可以說這件事 但是錢從何來 對吧 所以現在很珍惜 現在這一期的公屋 可能它下 就是跟著下去做 這些所謂 簡約公屋 就一般 質素 再更加差下去 它也有說過 就是說 商場你就不要預期這麼大 就是沒有配套 什麼配套都沒有 只是 只是借一間屋 但是 你比起劏房 當然好很多 就是闊落一點 但是 你不要想著 就好像 建成私樓 或者你也不要想著 好像前十年 這些公屋 其實 這十年 你會發覺 那些公屋越建越漂亮 很乾淨 很漂亮 很英俊 因為 都是做了裝組屋的 其實裝組屋 其實很久很久之前 已經 已經有了 但是也不見到 供應特別 真的多了很多 你也會看到 插針式 去拿地 所以我看到 有些公屋 是很有趣的 無緣無故 什麼都沒有 就有兩棟 現在也是這樣 所以 希望真的 做到收地 因為現在說 收地那邊 也會加快 如果有什麼新消息 我再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都找到自己住的地方 有時候我都說 要量力而為 我也建議 如果真的 收入是慢慢緊的 申請公屋 是很正常 很正常的事 不過現在 你就不要期望 有之前的質素 一看下去 應該是越來越差 但他又說 不會太小 如果不會太小 那就當中轉房屋 這樣去看 但他就會 比較持久一點 留在這裏 就應該不會拆的 不過 如果你起到這樣的質素的話 香港就好在一樣 就沒有很極端的天氣 沒有極端的天氣 你說很冷 冷到要開暖氣 那就沒有 熱的開冷氣 基本上冷氣一定會有的 不過 不會有暗喉 全部都是外路 不過如果你真的便宜 你也不要想太多 有得不用交貴租 那就已經很好 人生活最重要 就是有安穩的住所 這個最重要 其他事情 都次要的 好像那套下樓上車軸一樣 最重要就是 一家人開開心心 這個最重要 如果你有用 可以讚、like、share給朋友 如果我有些新的消息 或者新的資訊 我都會在這裏分享 大家記得訂閱 分享一下給朋友 大致上是怎樣 等等 三萬的公屋 夠不夠呢 其實不是多很多 原來每年都有兩萬多 其實多了幾千 我開始看過 好像數量很大 但怎樣都好 最重要是找到自己 適合的地方 我找一集 再講下樓上車軸 其實真的好看 我也建議大家去看一下 十年前 再看《抉擇男女》 十年前的事情 是不是現在又重複了呢 好像拍了極都拍不完 隔十年 會不會2032年 我們又拍同一部電影呢 大家拭目以待 voilà 谢谢大家